嗯,今天真是特别的无聊 我觉得今天在学校呢太不好玩了 然后呢,我今天还拿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分数 嗯,你会跟你的家长说吗? 我觉得应该会 嗯,那你之前有虚报过或者是没跟你爸妈说这个你的分数吗? 有啊,但是呢,在家长会的时候 我的爸妈还是会发现这个分数的 你觉得他们会说你吗?会骂你吗? 唉,应该没事吧 这是我第一次吧,第一次考得这么差 嗯,没关系的,你这是第一次嘛 不用这么难过,也不用那么沮丧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失败的时候啊 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或者你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跟你爸爸说 或者是,或者是我就不要跟我爸说好了 嗨,Klena Kleece 你要干嘛呢?你什么东西不想跟我说? 爸爸 我不知道你来了 嗯,呃,呃,我 我晚上,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 嗯,我觉得呢 我今天想跟 我今天想跟柯里斯睡觉 然后想跟他住一个房间里面 你好,雷娜 怎么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在学校表现得还好吗? 嗯,还好,还好 爸爸 嗯,我今天想到柯里斯家去过夜怎么样可以吗? 你知道了,今天是礼拜三 礼拜三的话呢,你要去你奶奶家 哦,对哟,我都把这个给忘了 嗯,柯里斯,你是不是想要隐藏什么? 你们在干嘛呢?到底是有什么事情? 嗯,好吧 今天呢,是这个数学成绩出来了 然后我们整个班的数学呢,都没考好 然后呢 嗯,然后 雷娜,你怎么样? 我考了一个90分 那你呢? 柯里斯,你,你是 考了怎么样?考的还好吗? 嗯,我考的不是特别好 你到底考了多少? 嗯,我考了一个70多分 嗨,没关系 孩子啊 嗯,你下一次的话就能考好啦 下次多认真一点 多做一点 练习的话就没有问题啦 而且你还可以和雷娜呢一起去学习 你们一起学习的话呢 就可以一起在这儿做练习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放心吧 我相信你,柯里斯 哦,谢谢你 拜拜 那么信任我 那么信任我